Hello OCBC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 本期视频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OCBC的核心优缺点 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个开通的新加坡账户 应该就是新加坡的OCBC华侠银行账户了 这个账户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啊 个人觉得非常好用 首先呢 它确实是不太适合有大额资产的人去使用 但是对于这个平常你做一个中转账户 或者说一些炒股啊 基础投资来讲啊 这个账户真的是非常好用啊 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 那么首先呢 你开的这个OCBC的账户啊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阉割的账户 它是完完全全具有新加坡银行账户 所有功能的一个账户 开出来呢 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加坡本土的银行收款账号 你可以无损的接收新加坡 来自新加坡其他银行的汇款 同时呢 你也可以获得一个多币种账户 用于储存其他币种的货币 然后你还可以申请一张Visa卡 这个Visa卡的用途呢 还比较多 你像我平时在香港的话 我经常坐地铁 坐公交什么的 我都是使用OCBC这张卡进行刷卡的 因为我觉得它比巴达通还方便 既能消费 又能刷卡 又能坐地铁 对吧 在所有场景下都可以满足我的使用条件 而且呢 它也可以支持在线订阅 很多应用 包括呢 可以在全球地区刷卡 它在支付方面啊 做得非常到位 它是整个新加坡做支付最全面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二条啊 支持45个国家的支付宝啊付款 就是呢 它可以在45个国家就是支持支付宝消费的地方进行啊 OCBC的付款 因为它呢 跟支付宝有直接的合作啊 就是只要这个国家支持支付宝消费 那你就可以拿着OCBC在这45个国家直接消费 同时呢 它支持47个国家的银联啊 消费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啊 它不算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银联卡 但是呢 它却具备了银联卡付款的功能 它可以在47个支持银联卡的国家完成刷卡消费啊 以及全方面的付款 非常的方便啊 就是通过银联的二维码来进行付款啊 不是说用其他的方式 我是指它可以生成一个银联的二维码 在这些国家进行啊 刷码消费 然后呢 它也同时支持大马本地付款的支付系统啊 这个也非常牛啊 它虽然是新加坡的银行 你看它又支持银联 又支持支付宝 又支持大马的快捷本地支付 那么它也同时支持泰国本地的啊 付款服务啊 这个是非常牛的 你就说你去泰国 去马来西亚对吧 或者是去其他支持银联的国家 支付宝的国家去消费啊 这个账户完全可以满足你啊 让你无缝衔接 对吧 一个账户代替了你很多个国家的银行账户 同时呢 它还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本地付款啊 然后支持新加坡的本地付款 因为它本身就是新加坡账户 所以你看一下啊 整个也就是说这些我画起来这些 都是它的核心优势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新加坡银行都是有这些付款支持的啊 只有新加坡华侨能做到这一点啊 它呢融合了多个国家的本地最大的啊支付平台都融合进来了 而且是无缝衔接啊 而且最主要使用费用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 大家可以去实际测试一下啊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啊 它支持五种回国的方式 我们先说第一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支付宝二维码付款回国 一会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可以扫这个支付宝的个人二维码 就是收款码 然后进行付款啊 那它就可以直接付到你的支付宝里边了 就相当于啊 你是个人的收款码也可以啊 这不就资金回国了吗 对吧 同时呢 它也可以扫第三方的收款码进行付款 就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那个叫杜小满的收款码 还有一些其他的收款码 都是可以直接用华侨银行进行扫码的 那么第三个回国的方式呢 是被扫码消费 就是支持支付宝银联回国 不管你是用银联的这个POSE机进行扫码 还是用支持支付宝的机器进行扫码 就是直接扫OCBC生成这个码 然后都可以做到这个资金回国 都可以做到这个资金回国 非常的OK啊 非常的好用 同时呢 它也可以扫描啊 这个PENAL入金到WISE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呢 是几乎是秒到啊 最慢呢 也就是一两分钟就到账了 没有任何费用 把你的钱转到WISE 那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只要说这个钱到了WISE 你可以通过啊 实时的汇率啊 去兑换你这个币种 比如说你把这个新加坡入金到WISE的钱 兑换成啊英镑 然后再汇到你英国的账户 或者是汇到你其他国家的账户 那都是可以做到这个免费的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WISE去做中转 然后最后把你的新币转换成其他币种 用一个很好的汇率 转换成其他币种 再用WISE的啊 这个很多国家的汇款免费的功能 然后把他钱汇到其他国家账户 比方说汇到这个英镑啊 或者是汇到其他国家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他能无损的入金WISE 这一点的话就是已经啊 这个完完全全的把他这个使用用途啊 给放大很多倍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体验的功能 非常好用 然后呃 汇到熊猫受贿的这个银行呢 他也是本土的一个接手行 所以他接受这笔钱是免费 并且通过熊猫受贿 然后首次啊 就是只要你使用我这个邀请码啊 就是注册的熊猫 然后呢 首次汇款啊 到回国或者是汇到香港 都是免费的 之后呢 就是十新币 但是只要你使用我的邀请链接 就是屏幕上面这个二维码 去注册的啊 那么你以后的话 也都会获得一些钻石兑换券 或者是随机派发的手续费减免的券 所以大家呢可以经常去使用体验一下 十新币的手艺费 就算它收你也不贵 折合人民币就是五十多块钱 一次呢 最多汇六千新币 那六千新币的话呢 就是五六三十三万三万多块钱啊 所以呢 就是花五十多块钱人民币的手艺费 就可以把三万多人民币汇到我们国内了啊 做到这个资金回国 而且使用我的邀请啊 熊猫受贿首次汇款 是可以做到免费的 大家呢 可以首次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不到六千新币 建议你攒一攒 然后一起来使用我的 给大家的这个首次免费的这个福利 好吧 然后呢 同时啊 就是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的ATM取款是免费的 那我呢 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 都有直接取线的啊 这个记录 所以呢 经过我本人测试的情况下 它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ATM上面取款 是免费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你要把它兑换成港币 在OCBC里边先兑换成港币 然后呢 再去提款 提款的时候 取款机上面有一个选项 它呢 让你选择提款账户的时候 你选择指定账户 啊 这样才能把钱取出来 如果你选择什么储蓄账户 信用账户 那会导致你取款失败 所以这一点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在香港澳门地区 取线的话 一定要选指定账户这个选项 去提款啊 我觉得这个是YYDS的 那么基本上的话 我就可以做到直接取线港币 然后存到我的香港银行账户上面 这就可以做到几乎是没有任何手续费 只有一个货币兑换的费用 当然你想转换货币是必然要经历这一步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它同时呢 也可以支持啊 新加坡的券商和美国的券商 还有香港的券商 无损入金 它可以支持盈透老虎 盈利长桥等证券 然后无损入金 它支持呢 就是老虎新加坡和老虎香港 然后无损入金 到这个账户里边 到你的股票账户 它支持长桥新加坡 然后无损入 然后盈利香港和盈利新加坡 都可以支持无损入的 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其他券商呢 我基本上就没有做过测试了 那其实还有富途什么的 那也都是可以的 缺点的话 就是我自己遇到的缺点啊 就是他找客服真的很麻烦 几乎呢 我选择的是中文客服的选项 但最后给我接电话的 还都是英文客服 一上来 第一句话就给我干蒙了 因为呢 他的中文客服啊 说实话 你说少呢 其实不应该少 因为这是华人创建的 但是就是打中文客服的人 太多了 没办法 所以接不到 就轮不到你 兄弟 懂吗 就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客服少 大家都以为他客服少 其实他客服不少 他客服比谁都多 但是呢 就是没办法 就是打电话的中国人太多了 然后其次的话 是他这APP啊 经常崩溃 崩溃是怎么说呢 就是用着用着突然怕 然后就就就就那什么了 就自动退出了 就崩溃了 偶尔又给你来个掉线 就导致你白白操作了很多东西 要么呢 就是突然卡住 然后就是死活动不了 这种你只能把它关掉 强制关掉 对吧 然后呢 再重新打开 然后呢 苹果手机的用户啊 我跟你讲 千万别升级苹果18 我两台苹果啊 都升级了18的最新系统 所以现在导致这个OCBC的客户端打不开 升级18之后打不开 因为他呢 没有做一个适配吧 所以呢 就他完全是打不开了一个状态 他识别是有一些安全漏洞 所以实际是没有 就升级了系统 在你重新换手机登录的时候 他说那个是访问代码 这个访问代码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就懵逼啊 对吧 以为是什么账户的密码之类的 还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你注册这个账户的时候设置的 是这个网银的登录密码 懂吧 他就是网银登录密码 他不是别的东西 不是银行卡密码什么的 就是网银登录密码 然后部分用户觉得他转账贵啊 说什么20新币转账的费用比较高 对吧 当然其他国家多数我都没有做过测试 因为我从来不用他转账 我都是转到YS 因为你说他贵 其实20新币50新币的账户 转账手维费用都有 那这个价格啊 我跟你我跟你说 他算是不算贵的 按我理解的话不算贵 因为你没使过有50新币转账费用的 然后我一般是用他转到YS 或者是转到股票账户 这些都是免费的 对吧 你转到股票账户里之后 你再去提款出来 那可以说做到免费 比如说你入到新加坡的盈利 再通过盈利提款到香港账户 你就可以做到免费 但是呢 无非就是有一些汇损嘛 对吧 那么这个你自己计算是直接转合适 还是这样转合适 自己计算一下 然后的话呢 还有就是他熊猫速汇 汇款的话才50多人民币 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想用新加坡华侨汇款 还是直接使用熊猫速汇 是最划算的 最划算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熊猫速汇的汇款 每次呢 上线就是6000新币 到账的是3万多 有的时候你可以获得钻石的优惠券 首次呢 一般都是减免的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费用正常是10新币 但是你都是减免的 到账速度非常快 到账速度都十几分钟 用不上其实 就基本上是5分钟以内 中国的账户就可以收到钱了 然后我们这个汇款的时候 支付的时候 就使用这个派闹的形式 入金就行了 因为你选择派闹 它就生成一个二维码 但是呢 你这个选择这二维码 这个支付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个备注 你看这里写了 一定要打这个转账备注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你在首次汇款的时候 它是你入金的话 就是直接就转6000 就没有问题就上线 但如果说你在第二次转账的时候 是有手续费的 一定要说 按照它的页面提示的 转账金额去转 这点需要注意 很多人说 我钱为什么没到账 因为人家让你转六千零一十 你就转个六千 你都已经是第二次汇款了兄弟 那你说你这钱能到账吗 肯定到不了 还有人家让你备注啥 你就得备注啥 对吧 要不然你联系客服处理 这钱再退回去 整体流程的非常麻烦了 懂吧 这点大家注意啊 就是OCBC 直接扫他这个码 就可以完成汇款了 然后我们再看 OCBC的话呢 它也可以直接扫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看 第三方这二维码 那么这二维码的话呢 它支持 这个支付宝微信和云闪付 云闪付其实就银联开发的APP 啊 云闪付 那么大家呢 也就是说 可以直接通过OCBC扫描 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完成付款 那一般默认 它是走这个支付宝的 因为支付宝优先啊 所以呢 OCBC扫他的话 都是走这个支付宝的 好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这个码是可以付的 但是你不要实际支付 好吧 OK 我之前都是打码的 现在拿出来 就给大家做测试 你能扫上 就是你能直接付款 那很多人申请这个码说 结果我这个申请码 为什么扫不了啊 那确实我也遇到过 有这样的人 那我只能告诉你 换一个人再申请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对吧 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 那我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呢 就是你问客服 它解决不了 因为它根本 想不到新加坡的遗憾 然后我还能扫这些东西 所以它想不到的 懂吧 所以这个码 如果你申请不好使 你可以换一个人名 再去申请一个 不一定都不好使 我这个最好使 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 然后关于申请这个码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往前翻就好了 好吧 有一期是专门讲 这个申请个人收款码的 这个视频 这个费率的话 大概是0.3左右 然后呢 支付宝的话 它也可以直接扫 就是个人的收款码 你看你用OCBC 直接点开扫码的话 你直接对准我这个码 你可以测试一下 就完全可以去扫码付款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APP的界面 是点这个的 点这个扫码付款 然后呢 你扫我 如果扫我这个码 第一个码 那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界面 大家看到吗 OCBC向商家付贿款 然后写阿杰离岸 这里输入的金额 是你中国的消费金额 输入人民币的 然后呢 直接就可以支付了 到下一步 然后呢 第二个是扫这个支付宝 扫支付宝的话呢 扫出来就是这样的 会显示这个阿里配加 它是通过支付宝 去完成付款 然后这里输入付款的金额 就可以直接支付 你新币账户里边的钱了 所以说这个 OCBC使用真的非常不错 大家呢 可以去深度体验一下 我觉得 你要把这个账户用起来 那其次的话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账户的费用 第二年实际是有费用吗 那你看过我 其他的这个理财账户 减免啊 这个费用的视频 你对于啊 账户的管理费 肯定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对吧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 不交这笔费用 然后或者是少交这笔费用 来避免 它扣除每个月管理费的 啊 所以呢 就是你账户里 即使没有那些钱 它不会给你关户 懂吧 给你关户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账户你确实不用 你用不着 或者是其他的风险原因 导致你关户 但是不会因为你不交 账户管理费 而给你关户啊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呢 可以去少交 或者是不交这笔费 那具体也可以参考我其他的啊 这个理财账户管理费 减免的视频啊 去听一下 大概原理是一样的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给你关户的视频